旁邊有這一位 喂 你好 你好 怎樣稱呼 我姓林 林小姐 你好 你的故事是怎樣的 其實剛才聽到你們說廁所的故事 我想回我差不多三四年前的故事 發生的地方不是香港 而是台灣 當時我在台灣生活 因為有些事情 我就要去到市內的某些政府機關去做一些東西 然後當時沒有什麼特別的 外面都是人 那時候我很急著去廁所 我就跑去廁所那邊 當時在台中很多地方都是很矮流層 不是整個大廈 外面都是很空曠的地方 純粹就是 那邊的走廊 左邊的女廁 右邊的男廁 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就是女廁的燈 當然是沒有開到的 我進去 然後就 見到一塊很大的鏡 總之就是在廁所的大鏡 那時候 雖然 雖然 但是我發現其實那個燈 它又在那裡閃閃閃閃閃 那我又 在這個閃閃閃閃的時候 我看到一塊鏡裡面 是有一個 即是靠左邊 這塊鏡對著就是廁所的一格 這塊鏡就在最左邊 就是一個兩米高的 然後 然後 有一個人面的 一些 有一個物體 因為我不清楚 那些算不算是 是 幽靈 或者任何的東西 那就是有一隻 在那裡 他沒有看我 我也沒有理他 但我太急 我就不理他 那我就去那個廁所 那時候我去那個廁所 那時候我去去廁所 那我就發現 很不對勁 因為我進去廁所之後 那些燈閃得很厲害 是 不停斬 不停斬 是的 好像斬馬那麼快 那樣就閃 然後我也是去完我的廁所 那我去廁所之後 我就打算 不好意思 打開我手 那我就不出去 但是 我unlock了回鎖 我打不開廁所門 我怎樣去都不行 我是直接 我是大罵 就是罵他 喂 你放我快放我出去 類似的 然後一腳踢 分開廁所門 我才 我跑出去 我頭也沒有回頭 我就跑出去 那我就 成功跑出去 到廁所了 就是這樣的 那樣的 是 你跑出去之後 其實當時附近有沒有人 或者是那個環境又會是怎樣的 那個走廊 是沒有人的 那我就 當時我就 顧到鎮定 可以說是 那我就回去 那些比較多人 就是回去 排隊那邊 就是 那時候我正在做一些東西 然後我回去 我都發覺 一切都是正常的 都沒有特別 純粹是 那一下就覺得 很恐怖 因為那個物體 似乎是 不想放我出去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如果你發現 那個物體 真的不想放你出去 你又真的不夠力 你當時 你覺得還有什麼 求救的方法呢 我想 我會不顧一起 拆到門 因為其實台灣的廁所 那些門都不好 對 有沒有窗 沒有啊 就是 他就是一個 其實他整天的廁所都沒有窗 是啊 然後 他也是 那些很舊式的 那些 甚至是 那些 蹲下那些去的廁所 哦 蹲遲 是的 他就是比較舊式的 但是純粹就是 我進去 我沒想到 我人有收集姐姐 你去廁所姐姐 但不讓我出去 你有沒有害怕台灣呢 所以你這樣就回來了 我已經回來了 沒錯 其實我後來也沒有的 最多都是 知道台灣是多些傳說 和多些特別的東西 他們都很迷信 是啊 後來也不算遇到 但是 可能有時候有些事情經過 就 哦哦 經過的意思是 你還有其他時候 其他就沒有特別的 通常就是 你知道他們都是路過的 感覺 他純粹就是 哦他路過的 即是怎樣 很實體還是半透明 在你面前飄過 還是你感覺到 還是怎樣 後來那些都是 看到半透明 但是純粹是 那次廁所那次 我看到鏡子裡面 是我看到很清楚 他穿著一身長袍 哦 不是那些 我們 不是醫生袍嗎 不是醫生袍 不是那些 他是穿著一身 很特別的白色的一件袍 然後他的頭髮 不是靈緣去形容 是好像 叉了出來 哦 開叉的 巧馬一堆堆的 呃 有 有些 形狀 嗯 明白 然後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 我想一看下去 就像是黃種人的樣子吧 嗯 OK 好 謝謝你的分享 沒事最重要 對 香港就不要遇到這些 因為香港的門比較硬 比較難開 比較難開 我之後就真的不 我出道我也想地 謝謝林小姐 我之後去廁所就不鎖門了 謝謝 OK 電話旁邊有另外一位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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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稱呼 我是阿Wen 你好 阿Wen 你好 好 今次分享什麼 我今次所說 就是講我朋友 她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撞到鬼 我講一講我朋友的背景 她是一個台灣女孩 是 她本身 自己很惹鬼那種 很惹鬼? 是啊 她有感應 感應到那些鬼 究竟是否在那裡之類 還有她以前 在台灣的時候 是有陰陽眼的 但是因為她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驅鬼驅了很久 花了家裡很多錢 之後就封了她那個陰陽眼的 嘩 但是她的感應 也有感應的 是 不過是沒有以前那麼強烈的 是 她本身 那時候 我跟她也是住在多倫多 她後來去了水牛城那裡讀書 她之前不是住那間屋 後來就跟別人一起租的 以前 之後呢自己搬了出來 就租了一間屋 就最近去大學那間 即是那裡的屋苑 嗯 初時她去到 即是包含了一些簡單的傢俬 那間屋 她就去到 她進入屋 咦 唉 為什麼地上經常有這麼多紙 或者桌面有這麼多紙 其他都收得很好 那她就看看 咦 為什麼全部都是那些 宗教上的傳單 嗯 那已經有點奇怪了 全部都是喔 沒有其他東西的 宗教上的傳單 即是意思是叫你回教會 基督教下的教會 那些佛教什麼 總之 什麼都有的 是OK 那她不以為意 那我簡單說 那她呢 她搬到最初沒事的 後來有一次 她就在廳那裡 用著電腦 做著功課 那她突然間 死了 好像感覺到一些東西 嗯 在遠去幾步 這樣走過來 埋到她的身邊 直接感應到 是彎下的身 這樣來 跟她一起看著螢幕 那樣的 她看不到 她感應到 嗯 那怎麼知道有一次 她無意中 就在房裡出來 未出到廳 但是看到廳 死了 看到廳 有落地玻璃的 是 死了 看到一個白影 在外面 那她心想 死了 我明明封了眼的 為什麼我會看到的 那她說 難道是 失效 或者已經很久了 那她呢 就殘存的 那個白影 半身的 是 那她就分辨不到 是男定類的 只是在那裡 在飄很慢的 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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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一下又很慢的 那她說 死了 她又惹鬼了 那她說 事態不妙 那她說 算了算了 我以前都見過鬼星 我很害怕 現在只是這樣 那由得她 誰知呢 升級了 有一天 她自己也在房裡 晚上在看書 那她呢 她的屋院 那裡只有五層高 那她本身就住在四樓的 那她在床 那她在床旁邊 是一堂 那她的窗在另一邊 那她就不會像在香港那樣 有什麼露台 或者建築物突出來了 即是沒有位置讓你站住 純粹是一部牆 他突然嚇死他 有隻手伸進來 嘩 即是一部牆 是啊 在他坐在床上看書 在他旁邊 我想是距離半尺左右 真的 伸出來 不是啊 他坐在那裡 在他肩膀以下 他的位置伸進來 他很害怕 他心想死了死了 雖然他以前見慣鬼 但他根本很害怕 他心想死了死了 但他以往的經驗是 我保持陣地 我沒事發生 那就沒事了 後來 又再升級 有一晚他又在看書 他一直看雜誌 其實這次是 他聽一下歌 播一些CD 那CD是他很喜歡的 雜錦歌 最喜歡就是第一首 播第一首 聽一下不對勁 是國語歌 不對勁 他不以為意 他不知自己沒有這首歌 他以為 可能我選錯了歌 那我又再來 從頭開始 又再聽第一首 怎料音樂起了之後 沒多久 咦? 又是剛才那首? 好恐怖啊 為何會這樣? 即是不斷重播同一首 不是啊 他是聽我不對勁 以為自己選錯歌 又再重複第一首歌 想著自己 再重複第一首歌 怎料再播又是剛才那首 所以他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很害怕 這首歌不是重複又重複 只是這樣 這樣呢 他又心想 糟了 怎麼辦 他又是 當樣無其事 唉很睏 睡覺了 自己說出聲 當自己自言自語 就關掉他 後來覺得不行了 事態嚴重了 他不斷升級 那我怎麼辦 他還拿一年就讀完 要找方法 因為這裏是最近學校的 後來他就回到多倫多 那多倫多當時 有一間很大的寺 好像叫做 我現在隱約的 好像叫做 站山征社 很大間 即是寺廟是嗎? 是的 很大間 因為他們台灣人 你知道很多時候都是滿天神佛 那他就有這些經驗 那他找到他的家人 那他就去 那他聽了他講之後 就說 其實呢 聽到裏面那些 那些寺院的人說 應該這隻鬼 其實是寄居在這間屋 是的 你呢 就不要做任何事情 因為他始終現在沒有傷害到你 如果你做一些事情 你想趕走 可能 有反效果 是的 就是一些更加恐怖的事情 他說 反正 現在都是這樣 不如可以簡單一點 他說 我本身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 他聽他講我才知道 原來有一部機 叫做 心經那些機 佛機 即是會播那些佛經 24小時 就可以不斷再重複 這樣 就給了一部機 叫他回家 你不停地說 到你晚上睡覺 或者什麼 你可以關掉 或者你一放假 總之沒有人在 你就開了 平時如果你有什麼 你就開了 有一次 他就叫我和他一起 他叫我陪他去 回到Buffalo 做東西 順便去玩一下 他知道我不害怕 因為家人也不敢去那間鬼屋 是的 他就和我去 他當時就跟我說 他說 你記住 待會 晚上12時 如果晚上12時 你不要出來 不要出廳 我們只可以留在房間 我問為什麼 因為他不喜歡 晚上12時 晚上12時 在外面的廳 是會走動的 我們不可以出去 很表明 他住在那間屋 觀察回來 就告訴你 為甚麼呢 原來他試過幾次 可能是不知道的 早上早上十二點開設攝的話開始燈 燈會斬斬斬斬燈 他測試了幾次,回到房間關門,不會斬,房間的燈不會斬 總之穿出去的廳就一定有些東西,就好像叫你回到房間 但他試過在房間也伸手進來,我沒有安全的地方 他經過一次,後來他可能是想念佛經那些東西,所以他這樣跟我說 我沒有懷疑,因為我不害怕,雖然說不害怕,可能有些東西 但我又不是很害怕,誰知道我去洗手間,他很緊張 我去洗手間,他說快要12時,晚上12時 很驚慌,很煩惱 我要去小便,我說怎麼可以忍到一整晚,我說不行 他說快點,快點,我去完 我心想應該是12時,因為我去之前好像只剩下兩分鐘 那我就去,其實我有一點不知怎樣 我到洗手間的時候,我就看那盒閉燈,在鏡頭上面 那我的頭望呢 好,阿Way,我猜你還有一段時間要說下去 不是,不是一段時間 我們就在這裡先停一停 究竟你去完這個廁所有沒有事發生呢 對 在這間屋裡有沒有再有其他事情發生 因為12時真的會出來呢 還有是不是堅持他要住這間所謂最近大學的這間屋呢 我們稍後撤掉 撤回阿Way出來,阿Way 喂,你好 是,你好 剛才說到你的朋友 你去洗手間 即是去到Buffalo那間屋了 是呀,我剛剛去完 應該差不多12時了 那我心想,其實我心有一點點怯的 我用我哥的頭,看看那盒燈 有沒有變色 閃了一下紫色 哇 即是真的12時就來了 你的心有沒有欠 但是呢 他已經斬了一下 平時我的朋友說是不停地斬的 那我心想 即是以我以往的經驗 我去到 總之我朋友有鬼那些 因為 我不知道 他們說可能我是基督徒 每次我去到 他們都 就算見到鬼 那時候 我有出現那天 都不會見到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的十字架頂得住 是我的信念頂得住 OK OK 那好吧 最後我就斬了一下 我的心就 這樣 即是我沒有什麼想 我就回到房間 那我朋友說 你剛才有沒有看到斬 那最後我想說的時候 不用說了 我們睡吧 他害怕 不要再討論了 他害怕 因為他覺得那隻鬼是知道的 嗯 嗯 其實他在那裡住了一年左右 嗯 他一邊開了一天 那隻鬼當然在 但是他守回這些規矩 他就沒事了 後來他就覺得 我想知道一下 其實他不是專門想知道的 他就剛剛見到包租婆 遇到包租婆 是 那他就跟包租婆說 即已經不住了 已經退租了 已經 嗯嗯 我想問 其實之前 你說租給學生住的 是不是也是 他說是呀 我這間屋一向都是租給學生的 因為近那間大學 是 他說你上一所屋的 是個男學生來的 他說是呀 那他說 我想問一下 你留了很多單張 在這間屋裡 哦 是他的 是他找的 他也有問過一下我的 他說 你住過你也知道 他住了三個月就退租了 這樣說 嗯 那其實原來那個 那時候那個男生 就是遇到鬼 是 就尋求不同的宗教來幫助 嗯 但是他可能會太害怕了 他就說 所以就是 住了三個月就退租了 嗯 明白明白 那我朋友就說 他就說 很幸運 他怎麼說 那隻鬼就不是 搞他那麼多事情 哦 因為其實我這個朋友 發生了很多事情 他曾經在台灣 我遲些再說 這個 是因為他的感應 是找回他舅舅的 哦 喂 找回舅舅 好 你留下一次說 好嗎 好啊 那那間屋 總之他是不是沒有放棄 由頭到尾都 其實他找回他舅舅的屍 其實他當時 其實那時候 留下一次說 你真的 留下一次說 其實剛才TG的意思 是否很快都退租 你留下一次說 這個 對 我發覺你一說話 你好像聽不到外界說話 聽不清楚 你們很小聲 好啊 我說下次再說 好啊 謝謝阿Wen 謝謝 拜拜 你想想一下 一到十二點鐘 好像自己可以說一個鐘 我發現 不知道講台聰不聰明 好像越說越起勁 他很興奮 我想應該那一刻 他在洗手間裡 感受到 那個畫面應該太強烈了 我們現在馬上接另一位聽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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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錯誤 我已經給你了 Maggie Maggie 你的故事是怎樣的 其實在醫院發生的 我是一間私家醫院 兩件事都是我親敵的 有一個婆婆在這裡住了很久 九十多歲 但她是全身癱瘓 有一個工人服侍她 她平常就不懂得說話 她唯一懂得唱一首粵曲幾句 兩句 經常嘴巴 然後工人經常跟她 指甲長 手指甲 腳指甲 經常跟她剪指甲 每一次都差不多 兩次就會有這樣的動作 我們進到她的房間 跟她服侍她的時候 都很清晰這件事 有一天她就走了 那天我就回通宵 因为我们就有life food life food就是一个姑娘一个我一个护士长一起坐在那里吃东西 即是你也是姑娘来的? 不是我是姐姐 明白 吃吃东西的时候三个有聊天 那条冷空很安静 因为是两三点钟的时候 婆婆已经走了 当晚已经走了 突然摔下头去吃东西 就听到婆婆的声音在唱乐曲 三个都听到? 三个都听到唱无月夜的一首 他离牌那两句 离牌那两句 就是就去到那里去那两句 你听到是在哪个方向唱的? 它不是在同一个方向 就是冷行 因为我们都关门吃东西 始终你是在医院 总之门外面可以听到 对啊 听到婆婆的声音 接着就听到拍拍 就是转指甲拍 很害怕,我看著我老闆,我們不可以不出去,我們要當席 我很害怕,護士長說不要說話,不用怕,你們坐在那裡,他先出去 我又是護士長,有義氣 有那麼少人工是要做那麼少的事 幸好他明白這個道理 有些人都習慣了 那他自己一個出去 他一個出去,真的沒有唱歌,沒有唱歌 沒有唱歌,又關門,他出去做事 接著聽到啪,啪,在那裡弄指甲 那我慘了,那怎麼辦 我以為護士長是出去,沒事,然後開門 但原來他關門就走了 那你們有聽到 我跟護士長聽到啪,啪,啪聲的指甲 但聲音是很弱的 然後護士長說,快點跟我出去 快點跟他出去,走到其他地方 那就沒有事了 你們就沒有去找那個聲音來源 還不敢找嗎 自己做事就算了 人家問你,你要找我嗎 其實我覺得護士長走出去那一刻 那些聲音沒有了,其實都可以是恐怖的 可能護士長什麼事 那一刻就沒有見過護士長 還有你說剪指甲那件事 會不會真的有人剪指甲 但有月曲聲 沒有,是那晚 第二晚就沒有了 沒有,沒有,第二晚不知道 我沒有聽過 因為第二晚又不是我當夜 這個真的害怕 還有一件事 都是病房那裡 有一對夫婦是公公婆婆 公公住了很久 醫生就說她不行了 那天帶婆婆很精神 每天都來探望她 兩個都很恩愛,牽著手 公公走了,婆婆沒事 兩天後又回到醫院 公公走了 我們就知道 還要說蝴蝶,蝴蝶命那些 哎喲蝴蝶命 是呀,婆婆就不行了 那好吧,不要緊了 婆婆進了醫院 那都是工人跟著來的 我們早上回去 跟兩個姐姐一起去換水 換水給病人 我們進去 有個奔妹坐在那裡 那為什麼? 房間不凍,一點都不凍 那奔妹就拿著報紙 好像害怕見到人 那他拿著報紙都沒關係 當他是看報紙 但他不斷震 不斷震 那我就問 為什麼好冷嗎 現在媽媽住了一個多兩個月 都已經很熟 我問你很冷嗎 穿衣服 那她抓著我的手 突然抓著我的手 哇我來為什麼要嚇死我 這麼說 她快和我出去 那我就自己出去,你快送我出去吧,姐姐 那我就跟她出去,她說為什麼真的出去,我們兩個姐姐覺得很奇怪 但我們什麼都沒有,什麼都聽到 出去的意思是,出去離開房間,離開房間 是的,她自己害怕,腳都軟了,走不了 她就叫我,抓住我的手,跟她出去,跟她出去 我出去,給她上去喝,喝完她就坐在那裡說 我看到公公啊,我說 為什麼你見到公公啊,我不知道啊 我整晚公公在那裡走來走去,她剛才在你們兩個旁邊走去 整晚到剛才都還在那房間 那時候已經差不多天亮了,不知道為什麼呢 天亮了,那時候六點,但那房間就關窗的,還很暗 你進去那房間就不算那麼暗的 那怎麼辦呢,江仁姐姐有沒有回到那房間呢 因為始終婆婆在那裡,她也要照顧她 對呀,她沒有辦法,她收工不回去就不行 那我們就叫我護士長,你進去開槍,我們很害怕 大哥 有拿護士長出來,護士長好像是專門擋殺 有時候護士長除了一件制服,她也有些私房的地方她不會去的 有這個,那算不算是 精神啊,那護士長進去,真的開槍簾 開槍簾,開了槍簾,她去休息一下 沒有多一天,婆婆就離開了 其實婆婆很精神,真的很精神 完全是沒有病的 死了兩天,然後就很嚴重的病 我覺得是心裡,心裡一直堅持住 醫癌習慣一個人 是呀 遺持住接護公公 是生是死希望都是一對 如果有一種這樣的心靈感應的話 其實是真的有的 那我想問你那間醫院算不算多這些事發生 多很多 還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時間說 留下個禮拜說 留下個禮拜說 你有心就發 很快 那不如你再說一下 那就是第二層的姐姐 有個婆婆 家人都是有些錢 因為我在私家醫院 家人是有些錢的 那她就包了一間房間 兩張床 她包了一間房間 很多人 親戚都不斷地出來去探望她 那一晚有個姐姐當夜 她有一些孫 小時候 她回去之後 大約是點鐘的時候 她就見到婆婆在冷海走來走去 有個小朋友背著 但你沒有理由 那整點鐘 怎麼會婆婆走來走去 婆婆是可以動的 但是沒有理由你背著小朋友走來走去 因為私家醫院 雖然你晚一點來探望她 都可以的 不是那麼吵 那那個姐姐都覺得很奇怪 跟我跟上級說 你為什麼這麼晚 婆婆還背著小朋友 那上級就很聰明 她說你不要走過去 你不要理她 不要理她 你不要走去 你當是看不到 那到翌日早上就走了 那些人就說 那個人來拿婆婆的命 即是那個小朋友 是的 依附了她到她那裡 即是輪到她去投胎 輪到婆婆走去她投胎 這個很有畫面 即是婆婆其實不是揹著一個弟弟 是那個弟弟騎著她 如果用這個理論說的話 可能婆婆想擺脫她 但擺脫不了 即是想出來走出來 即是想走 因為婆婆精神的 雖然她有病 但她都精神的 但擺脫不了 那個同事跟你說 你不要理她 你不要走過去那邊 不是 那個姑娘 不是我看到的 這單不是我看到 我同事看到的 即是她們都見不少這些 但你可能又幫不了她 亦都未必到你幫 即是牛頭 不能幫 像牛頭馬面一樣 那些是嗎 對呀 你不能幫 你不要走過去惹她 即是你不要理她 這個畫面很強 很強 Magin 你的那些很精彩 你幫我們收故事行不行 很精彩 我現在在網上做了 不過這些人 真的一輩子都記住 這幾個很恐怖 我想你不止這三個 你應該都還有少許貨 我上次打電話來 記得嗎 就想你下次再打電話來 喂 如果真的有 你下個禮拜再打電話來 或遲點就打電話來 有一個自己很多年前 到時再談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這個故事其實不是在香港發生的 她也不太想透露在哪裡發生 總之就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發生 她說她有一次跟她的先生一起去看房子 他們去看房子的時候 其實都很正常 周圍走來走去 每間房子去看看 周圍又去看 其實一開始她都很喜歡 她覺得這間房子都不錯 都不錯 於是她就跟她的先生說 這個地方都不錯 其實如果價錢適合的話 我們真的可以博取 真的可以想一下她 買吧 於是跟她的先生在談的過程 突然之間她的電話好像燃了 因為她說她放在褲袋裡 她就說她的先生看到 你的電話燃了 因為她看到螢幕的光 有些光透出來 透了出來 於是她就拿了電話出來 她拿了電話出來的時候 她發現 為何她的電話開了一些通訊軟件 好像在打電話 她就覺得應該合錯 就關掉她 就算了 就把電話帶回走 跟她去看房子的經紀說 我們都要想一想 她們就在大廳的位置 聊起閒聊天 就說 你們還有些甚麼想 怎樣怎樣 在了解她們夫妻的狀況 總之在聊天 聊閒聊天 聊甚麼不是重點 她說重點是 她的電話又開了 無緣無故又開了 她的老公又看到 也是在房子裡 都是在褲袋裡 她說你的電話又開了 她很好奇 她就再拿出來看 她這次拿出來看 跟之前一樣 又是好像在打了一些東西 她當時都沒有在意 打了甚麼 各樣 沒有理會 但是就跟她先生說 就說 哎呀可能不知道 可能是我剛才又嗨到 算數又帶回她 再繼續 到聊天後 她就跟那個Agent說 就說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 再來看 如果我們有興趣的話 因為我們都想看看 究竟她 早上夜晚 不同狀況 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都想知道一下 因為她跟她說 在那個地方 真的需要去留意一下 夜晚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的狀況 所以她們都需要 再回來看 那好吧 如是者她就跟經紀說 經紀也無所謂 可以啊可以啊 如果你們下次來看 我沒有空的話 你們都可以自己拿鎖匙來看 沒甚麼所謂 那好吧 就完了 然後她們就想一下 看看是甚麼時間 她就跟她先生說 不如我們就約 後日的夜晚 我們再來看看 那跟經紀約 經紀都說 好啊沒問題 不過剛好真的 後日的晚上 我就沒有空了 那你們自己來吧 那他們就收了工 就去那個經紀的地方 就拿了一條鎖匙 那他們晚上 就自己來到這間屋那裡 那來到的時候 她說那個感覺 跟日後是完全不一樣的 即日後就好像很陽光普照 很舒服啊 很溫馨的 晚上呢 有少少陰森 但是不影響的 只不過可能是一間 那間屋空裡沒有人 那有少少陰森 那個地方又大一點 對啦 很正常的 那於是呢 他們就開燈 因為那個地方 都相對比較大一點 那他們就開燈 開了一個廳 然後走進去 那邊的偏廳 又開了一個偏廳 慢慢地 逐步逐步開燈 那他們就在那裡 又看看窗口 看看食物 在這個時候 那我想 他是想拿個電話出來 做紀錄 就是拿個 拍照 看看怎樣 因為日後他們好像 沒有拍到 那他們拿個電話出來 他就發現電話 打了一些字 打了什麼字 打了什麼字 HELP ME 嘩 為什麼 開了一個 NOTEPAD 即是類近那些 類近那些 總之就是開了一些可以打字的東西 HELP ME 那他已經很害怕了 因為他完全想不到 沒有理由我HIGH 可以HIGH到 這麼完整的 這麼完整的 HELP ME 這個 這個 Terms 他說不可能 於是他就很害怕 跟他老公說 喂 這樣 即是 打了一個字 嗯 於是 他們兩個 都有點害怕 又有點擔心 但 都覺得沒什麼 不要緊 就繼續關掉電話 就繼續去看 嗯 那怎知道 走著走著走著 走到某間房間裡的時候 那個電話呢 直接震了一夜 嗯 就好像有人打電話給你 震了一夜 又出現 HELP ME 這個字樣 那接著呢 他進去那間房間裡的時候 他就 他見到 有出現了這個狀況 他就開始有點害怕 怎麼算呢 為什麼呢 原來呢 他們呢 在房間裡的時候 他就見到 那個衣櫃 嗯 那個衣櫃裡面 有一件衣服 那件衣服呢 沒事的 很正常 一個衣櫃有一件衣服 這樣掛了在那裡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狀況 然後呢 他們呢 都不是很 有心機再看下去了 於是呢 他們離開 打電話給那個經紀 跟他說 我們看完了 不過呢 我們都很想問一問 他說 其實這間屋 是不是有些什麼狀況 出現了 這樣 那這個經紀呢 就問他 有什麼事啊 那他把剛才那些東西 說給他聽 嗯 那說完給他聽之後呢 那他就 那經紀就說 哦 可能是這個屋主 嗯 屋主 他說原來這件事是怎樣呢 他說原來這間屋呢 是一個老人家住的 嗯 那當他離開了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間屋 就委託了給那個經紀 他說你幫我處理 處理完了之後 你就幫我把那些錢 就不知道捐去哪裏 哪裏 那裏 有一點遺言 或者有一些遺言 想你去完成的 那他也很想過那個經紀 是啦 那經紀就問他 因為其實都是附近街坊那些 都是認識的 那經紀就問他們 那你在那裏收到這個訊息 他說 我在大廳收到一次 還有我在房裡也收到一次 那經紀突然之間呢 嚇言發言 他說 是啊 我做漏了一件事 因為那件事是什麼呢 原來那個老人家 他說他很喜歡那件衣服 他說無論怎樣也好 你都要拿這件衣服 就是拿來幫我陪鑽 但是他就不知道怎樣處理的時候 就是沒有處理到那一件 他就放在那裏 他就覺得 應該我要 在最後的時候 我幫他做這件事 但是他就放在那裏 一直都忘記了 而 這個故事的主人翁 應該就是他可以升到這個老人家 那他就 你幫我吧 幫他拿那件衣服 幫他處理那件衣服 其實就沒有說有什麼 那都是舉手之勞 是啊 我可以便宜一點 但是當然 我都是可以捐助的機構 他最後就沒有賣到這間屋 沒有說OK 沒有賣到這間屋 那是驚驚的 因為始終有點擔心 這樣喔 那我怎知道 你有沒有什麼另外想我幫你 你有什麼未處理好 你要我幫你處理 那很難搞 他說他沒有試過這些狀況 他說剛好升到這一次 而剛好就真的可以幫到這位老人家 所以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我也有一個 這個鬼故事是親身經歷來的 是你的 是有一位女士 他自己告訴我 他有一個 好笑 類似那個狀態是 我去了一個 我平時復診的地方 皮膚科醫生就類似 幫我復診了 然後我就要做一些診療 然後這位女士就進來 不是 他之後才進來 他之後進來 女士幫我清潔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還有沒有做鬼故節目 通常說了這句話 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有 有話說 所以你說了兩個字 說吧 說來聽聽 他說 他說他很想告訴我 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 他說他一輩子都沒有遇過 他不是靈異體質 不是曾經見過 小時候又怎樣 沒有這些東西 完全 但是他當時看到的時候 的狀態是怎樣 他懷疑是同樣東西有關 他當時在戴肚 他有聽說戴肚的人 都是比較敏感 除了我們所謂的小朋友 大肚的人 也是 他說正正 因為他一輩子都沒有遇過 唯獨是 當他大肚子的這段時間 就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 他就很想找人分享 那個就是我 是有分享工人方面 打電話來 他說其實我想講很久 但為什麼一直不講呢 因為之前他還在拖著寶寶 他不想拖著寶寶 的時候說這些話 所以他就一直等自己 在所謂射火之後 就是生了寶寶 放完產假回來之後 剛好看到我 他就跟我說 那件事的經歷是什麼 其實不是很驚天地 浮鬼神 應該說那個過程是很快 他說他那時候 還不知道自己有寶寶 他還跟他的另一半 跟朋友出街喝東西 他就去了尖東附近喝東西 他說那間酒吧是沒有廁所的 他要去廁所 就需要去到附近的一個商場裡面 去用他們商場的廁所 熟尖東駕布 可能就像我說什麼 不知道的話 有緣見到才告訴你 他說那一晚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去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他都很熟尖駕布 他去到差不多 他感覺到應該快結束了 他就跟另一半說 我先去洗手間 他就自己一個去洗手間 他說到洗手間 其實他都不是第一次去的 首先他就說 那裡是有 不是很多格 首先他去第一格的時候 他就推開了 推開了的時候 他就看到 他覺得類似有點骯髒 總之他覺得這格不夠乾淨 所以他就沒有去 但是他推開了一道門 而那道門推開了 他不會關 他不是那種油壓式 馬上關 總之他推開了 可能到門就半掩了 但他就已經走過去旁邊那一格看了 他說當時在洗手間裡面 還有另一位女士 那個女士就類似是去完廁所出來洗手 他沒有理會 他就去第二格 他推一推 就覺得這格 他就進去 好 然後他進去 就如常做他去廁所要做的事 但突然間他就聽到 旁邊那一格 就有聲音 那種聲音 好像在廁所裡面 找一下這個 找一下那樣 你覺得旁邊那麼多聲音 為什麼不是普通進來去廁所 然後他就在想 我其實聽不到有人 進去旁邊 次隔關門 因為他剛才是開了門 沒有關門 而且他也聽不到有人進來廁所 或者離開廁所 總之應該沒有開門關門的聲音 應該有聲音 這個狀態就是 停留在剛才 就是他進來 他去第二格廁所 旁邊的廁所沒有人 然後有個女士在外面洗手 應該是停留 但他感覺到旁邊 有人在找東西 他都沒有 他覺得奇怪 但他都在想 可能那個女士 即洗手的女士 漏了東西 也好 但他很快去完廁所 他就走出來 走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女士 還在洗手盆附近 因為他洗完手 應該在補妝 梳頭 因為他不是去了很久 但他對著鏡子 他就覺得奇怪 這個人還在補妝 即是我旁邊的 第一格應該是沒有人 所以他就在鏡子裡面 就看他後面 即是剛才他撥開門的那格廁所 他說其實那道門 仍然停留在半掩的狀態 但他說他看到一個 一個真是白色衣服 長頭髮的女人 背著他 站在那裡 哇 他就覺得超奇怪 因為如果你去廁所 你會關上門 你又沒有關上門 而門還是停留在那裡 半掩 而且是背著他 站在那裡 那他呢 即是 人心虛地打一個突 他就看鏡子裡面 立即看旁邊那個女人 在補妝的女人 但旁邊那個女人 沒有任何表情 就在補妝 然後他就很害怕 他就突然濕一下 他的手就立即衝出去 其實他九成都覺得 自己是看到一些東西 雖然他沒有100%肯定 那個是不是人來的 或者是否真的只有我看到 他就衝回去酒吧那裡 看到他另一半 當然他很害怕 他就忍不住 在那裡說 說回這件事出來 誰知道 因為他們去那間酒吧 都算是熟客仔那一類 那裡有一些 附近有些 附近 可能有時候都會來 喝喝水 或者喝杯 剛好是有他們 那間酒吧的同事在那裡 他就說 我剛才在廁所 然後那個酒吧 有一個同事 噢 他出名的 他說原來不只他的酒吧 應該是附近的 都說那裡的廁所是出名 叫骨格 沒有說不知道是否是骨格 總之是出名 有一個白色衣服的女人 是會流連 而他肯定不是第一個人見到 應該都不是人來的 是吧 竟然是出名 然後他就說 很奇怪 我真的從小到大都沒有遇過這種事 那你怕不怕 當然怕啊 怕到瘋了 這樣說 之後都不去喝酒了 他說 但因為那時候我還未知自己有BB 他說 後來很快就知道自己有BB 的時候 有些人就跟他說 可能跟這個 懷人的體質不同 是 是啊 OK 今天 我們002 開放熱線 無論任何鬼故事 都歡迎 親身經理也好 你朋友經理也好 夠靈異科學 解釋不到就可以打你了 今天特別想聽一些關於洗手間的故事 如果你有的話 歡迎你打電話來 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三五成群有夠鐘 跟大家說拜拜 昨天原來動物園那個 只要說過 好啦 我唯有用一個動物的故事 來回敬今天 補一補 有三隻龜仔去咖啡店喝咖啡 三杯咖啡送到來的時候 那天突然下了 一場大雨 大龜就跟細龜說 不如你回家老闆姐吧 細龜就說 嗯 好吧 我去都行 但你倆不准喝我杯咖啡 他們倆就說 我們答應你 不會喝你杯咖啡